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消息一定是接收方所未知的 如果接收方能够预测 能够知道 那这个消息就没有传的必要了 所以消息一定是随机的 消息的随机度越大 那么它就越有价值 可以想到 如果我们听到一则消息 令我们倍感吃惊 很出乎意料 我们就会认为它给了我们很多信息量 我们在考虑消息的形式 消息的内容 消息的随机性 消息提供的信息量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消息包含着种种的内涵 比如一则三百字左右的文稿和一则三千字左右的文稿 虽然描述同一件事情 字数差别很大 但它们可能提供信息量的时候 不会因为字数的多少 也可能是相当的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刻意的区分消息和它内在的信息 我们区别的使用消息和信息两个词汇 我们规定 消息指的是信源产生的具体内容 比如一段语音 文字 数据和图像等等 而信息呢 信息指的是消息内在的 真正新的 有意义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抽象的 也是消息中最基本的本质 它是不能再压缩的 消息和信息这两个词汇 实际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得非常频繁的常用语 我们在日常应用中间 并不总是这么刻意的去区分它 所以说 平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也合在一起说 是不是要刻意区分 你需要看上下文的情景 具体来说